擁擠的都市、複雜的接口 難道就不能好好騎車嗎? Noodle 的功能大家見怪不怪 可是大家都在問 如果它可以幫你指路呢? 好用嗎?準嗎? 那就先來測試一下Google Map最常用的功能 首先先設定一個目的地 那就是最近的加油戰吧 出發囉! Go! 嗯...沒意外的到了目的地了 但這樣實在太簡單了 現在我要來試設多個中途點 去完加油戰之後 我還要去便利商店買水 然後再回來原來的位置 欸...經過小編這兩項測試之後 有發現到Noodle Turn by Turn的資訊非常簡潔明了 而且Noodle有停等模式 也就是等紅燈的時候 才會給你切換顯示更多詳細的資訊 在騎乘的時候呢 只會有轉向的資訊 也就是說要你專心騎車 講到轉向資訊呢 平常有在用Google Map的朋友 一定有得痛 不是每次不小心錯過路口 就是不小心太早轉喔 所以Noodle為了這點 多加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路口倒數功能 讓你可以知道還剩幾個路口就要轉彎 不得不說還蠻實用的 還有一些很貼心的小設計 例如不在車子身邊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用手機設定好導航 當你連接上車子之後 它就會自己跑出你剛剛的設定喔 還有就是離線的導航功能 當你手機沒有訊號的時候 單靠的GPS一樣可以運作 這次實測之後呢 其實Noodle導航功能也出乎小编的意外 整體視覺設計非常明瞭簡潔 畫反為簡 從手機的介面到車上的操作呢 都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直接 相信一般的車友們都可以很輕易的上手 體驗Noodle導航的方便喔 或許從今以後 我再也不會迷路了 我再也不會迷路了 哈哈哈哈 嘿 車可以還我了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可以我請你 我請你 我請你 我請你